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是關於追星應援的東西 現在香港 就很流行追星 很多人為了自己的偶像 都要搞很多應援 有些Fans級 例如有錢一點的 可能是下巴士廣告 下巴士站廣告 甚至乎是請全香港人 可能搭車 搭電車 可能是登一些廣告牌 很巨型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有些小的可能在店鋪 可能是貼一下海報 貼一下應援的手幅 派一下東西 賣一下卡仔 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今天講的這件事 涉及到一些應援的情況 追星當然是開心 但始終追星 其實都要花錢 例如你印的應援 海報、手幅 全部都是要錢 這件事 事主 在香港討論區發文 算是一個控訴 她說她的女朋友 即是出這件事 是男人 她說她自己的女朋友 花了很多錢 去做這個偶像應援 即是女朋友用了很多錢 去追星 狀況是怎樣呢 這個網友 她說她的女兒 明明剛剛出糧沒多久 但她的女朋友 已經用完份量 用完份量去哪裡呢 不是吸毒又不是拿去賭 亦都不是用來貼仔 而是用來做這個應援 餐餐飯 跟她吃 她都要男朋友請 明明之前都還會AA 我覺得吃飯仍然是小問題 即是不要吃那麼貴 如果餐餐要你請 但我覺得你女朋友 那個態度就很有問題 即是追星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追星 追到 那些錢都拿去做應援 那就搞不定了 這個男生 當然就問問她的女兒 BB 你的錢用了去哪裡呢 女朋友就回答她 那些錢都拿來做一些偶像的應援 那事源呢 這隻大男樂 會不會被人天下圍攻呢 不過我不怕這些東西 因為我一向都不是踩夠MIRROR 我對MIRROR沒有太大意見 甚至乎她們有些成員我挺喜歡 例如Lokman Lokman的命案 大家真的要看 她裡面雖然有一些白卡的情節 林家洞 但韜野是好看的 即是她裡面講對抗命運 以及Lokman的演技 那種情緒就來崩潰就來崩潰 條橡筋拉到好緊好緊好緊 但又不斷 是很精彩的 是值得看的 Lokman這個命案的電影 大家有緣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下了畫 但大家可以去買碟 或者串流的時候看 題外話拉遠了說回這裡 那樓主這條女呢 就是這個鏡粉 她就為了喜歡的偶像生日 用了很多錢去買那些應援 又說 生日呢 就要幫她的偶像 做些生日應援 講開應援 要買那些 其實以我所知 有些人是靠買應援 賺食的 我所知 我認識有一個朋友 他是買Anson Lo的應援 他好像是做到不用上班 但當然要你自己本身有 相關設計 畫圖 執圖的一些知識 你普通一個人去 就很難無緣無故 做到一些很漂亮的應援 一些紙用什麼質地 用什麼貼紙 控制成本 將圖點畫 怎樣Key 教主的樣子上去 這些全部都是學問來的 所以賣應援 可以說是首藝 可以說是一門生意 他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其實追星是令到一個經濟圈打開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走去那些 信和那裏 是不是 黃國有一棟東西 賣蠟蠟蜜集集 賣些公仔 盲盒 figure 漫畫 知知知左左 詞台中 那棟的舖 有些店舖 是整間店舖 只是賣應援 當然有不同的應援 有些 如果賣得多些,有些會有韓國的英門 即是韓國的明星、追星的英門 有些會賣回香港,都是MIRROR的 我找不到Pixel 其實我想賣Pixel的東西,我想賣George或Phoebus 但找不到,暫時都希望有一天有 我有問過那個老闆,他就說因為很多人買 之前他有印過,但很多人買的海報 所以他就放棄了 所以Pixel 暫時就沒有 但我希望有一天有 他主要就是做MIRROR CORROR都有 但CORROR就不是每個成員可以有自己的海報 我覺得 有些東西買下 你想想,他那個商場仔 跟著有間店鋪,是整間店鋪買應援的 抽卡,賣那些海報 賣那些手幅還是什麼 有些就賣那些牽張仔 賣那些磁石 我之前買了一個Candy的磁石 黏在雪櫃裡很漂亮 整間店鋪就可以靠買應援來賺錢 來營運到那間店鋪 所以其實應援是一門生意 可能有些粉絲不巧聽 覺得我這樣說 即是我們被人騙錢 不是 只要告訴你 應援可以是一個生意 亦都已經發生著了 即是你去信我走個圈就知道了 OK 這樣呢 我是沒有任何貶義 也沒有鋪夷 因為我自己有時 見到好美都忍不住會買了 OK 譬如我知道 不關Candy 事 但我見到那張海報 Candy 那張海報真的很漂亮 這樣 我都會忍不住買了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來的 這樣呢 講回這裡先 拉遠了 這樣呢 這個樓主的女朋友 她就說要幫偶像 做生日應援 那裡又花了很多錢 之前呢 又買了很多的演唱會票 已經沒什麼錢剩了 差一點 就連家裡的家用 都想樓主給她買 這樣有點離譜 我覺得做什麼都不可以沉迷 這樣搞不定 那樓主就說 真是好心 女朋友 不夠錢用 就多回一些part time 追少一些偶像 一沒錢 就當男朋友是ATM 真是好生氣 但是呢 這個是去女朋友 又可以怎樣呢 那我就不會建議你分手的 因為呢 追星其實我不當是什麼不良嗜好來的 我覺得幾開心的 這件事幾好玩的 就是我都有參與過一些追星的活動 當然我不是涉及到好心 但是譬如 那時候Sika 他在那些巴士站那裡下廣告 我也有去拍照 他搞巴士應援 整間巴士都是Sika幾美 我也有去拍照 那幾好玩的 跟著可能造星4的時候 去到這樣一齊是 去貼一下東西 去支持一下偶像 幫偶像打氣 做小事 那整件事都是開心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放那麼多錢 那我自己是沒有的 小小 有限錢 一千幾百 不會說整份量都用了 我覺得追星這件事 是沒有問題的 就算這位小姐 比如現在這個樓主的女朋友 有追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所有事情都要量力而為 例如 我預計了五百元買應援 就買應援 一千元買應援 就買應援 任何事都不可以沉迷 就要有個有限的數 譬如那些人賭錢 那樣 為什麼賭錢會傾家蕩產呢 就是因為你不斷無限地追下去 你一有就追下去 邪教也是 你信了邪教 哇 你一有錢就捐獻給邪教 你說你信那些 什麼基督教 還是什麼天主教 好像基督教 我小時候回教會 他有個奉獻叫十一奉獻 就是不知道你整份人工的十分一 要奉獻出來 那你奉獻也是十分一 也可以接受 對不對 也不是整副身家都沒有了 我覺得還好的 所以我覺得任何事都好 最重要是什麼 量力而為 不可以沉迷 打機不可以沉迷 什麼都不要沉迷 終然之有個抱 OK 還有這件事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男朋友是不是喝醋呢 就是見到 唉我女朋友啊 錢就要我給 但就為了其他的男人呢 就給那麼多錢 那感覺好像拿去貼仔 會不會這樣想呢 就是我覺得會不會有少少少這個心理 就是當然啦 他的女朋友和這一班的男團 就當然是沒有可能 就是喝完這些乾燥 但是都會心理不平衡的嘛 對不對 最後 那些錢 不是洗在男朋友 洗在其他人的 其他男孩子的 我不管你是偶像 那都是其他男孩子 就是如果我自己都會 就是譬如我拍拖這樣 如果說 那女朋友 那些錢都洗在男團那裡 我都會喝醋 就是你洗在我那裡 那都好些 你洗在其他十二個男人 我就不開心 會想不想通 對不對 那今集呢 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都沒有什麼特別 關於追星這兩件事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要沉迷 量力而為 那今集分享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麼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訂閱我們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